观察市场行为 品味多空变化 大到至简 财富加免 大家好 欢迎来到JBCrypto的频道 好 今天还是非常重要的 昨天比特币 晚上是进行了 非常急速的下跌 而其他小币 昨天跌幅 都非常非常大 看一下 非常大的下跌 什么看极致必要 非常大的下跌 通道线 原本的固定的下跌斜率 都不是这个急速的 抛售 给打破了 非常急速下跌 那后市现在哪些机会 让我们都探讨呢 如果你是教育者 喜欢教育者 分享行情 那相信今天课程 还非常重要 你一定要看完 好 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的影片 你需要点击 先到连结 加入我们的频道群 你才了解到最极限的资讯 享受最 客观最急的分析 好 那今天就不做最述了 看一下盘面吧 在周线级别上呢 周线级别上 今天说周线吗 昨天抽月线 今天周线收盘的位置 我们看一张比较简单图 哪些会值得关注 非常明显的 在37699这根点 是我们非常需要注意的点 好 为什么 看前面四周 两根阴柱收盘价格 后面两根阳柱的开盘价格 并且呢 377呢 这个点是我们原本上一波涨到 488波上涨 的一个七张点 所以这边啊 它重要性 绝对是非常小可 非常重要 那 这边一定要跌破 我们探讨几个可能性 我们先从回到日线级别 日线级别上呢 好 我们 画出这个通道 基本上现在这个市场上 大部分人都知道 有这个通道存在 也就是这个通道呢 目前在市场上受共识的 这非常重要 一旦通道被跌破 我们抓一个防守底线好了 防守底线在哪边呢 这个位置 大概37155这个点 如果被有效的跌破 那么很快价格会去触及 我们更低的一个需求位 哪边呢 可能就是我们35的区间 这样的位置 我画一下 大致上是哪边呢 如果去有效跌破这个通道 341335的区间 可能会快速去触及 所以我们 今天啦 特别关键 如果说日线能够 收上去 比如说收在日线的这个 收完价 收在这个38808以上 那就是包袱结构 后续就有可能再做一个上涨 那如果呢 他收了比较弱的线 我们分一个可能性啊 日线级别上 假杀的线呢 能收到这么高 收在39这个价格 那就针对这个K线 做包袱结构吧 所以包袱结构形成的话 后续就可能再次回抽 去测试到上方4万这些位置 那如果他的反弹是比较无力的 比如说 反弹无力 弹到 3万2千多 就停止上涨 滞涨了 那后续呢 价格大概率还会下跌了 所以在那方面关键的位置 我们需要探索各种恒星 目前价格呢 我们先不做太过度预判 大致上分量可能性嘛 目前 在趋势线 下距线呢 还没有有效突破的状况下 我们还 不能去非常 非常激进看多 在这位置 假设说 他如果去跌破 通道 跌破这个点 跌破37155 那价格可能会快速去下跌 来到上方的位置 下跌之后呢 反弹回抽 假设测试通道上面 测试这个供应位 得到验证 那价格会下跌 那如果后续他无法 验证成功 那就上涨嘛 对不对 所以这后面我们再说 但基本上呢 目前的价格 如果说他跌破下来 来回抽动作 那大概率情况呢 会是 回抽完会形成一个自主观 原本的需求位 强的 一个支撑 变成一个压力 会有这样的可能性 所以 这一线呢 我们就要底线吧 37155这个点 有效被跌破的话 那状况会非常糟了 可能会快速的下跌 去来到三五的位置 所以 现在这个位置非常非常 关键 而且多空博弈 非常 白质化的一个位置 目前呢 在假日嘛 价格并 呃成交量并没有明显的状态 昨晚的下跌呢 不确定是否是一个恐慌抛售 也可能是对下周 这个美联储会议的一个 看跌预期吧 提前发现有可能 如果接下来 几天能抽成主 能有反弹回抽 并且呢 去突破这根 下跌跌线 第一个 我们需要 先要突破跌跌线 再突破原本的这个 哎 下跌的前高点 至少突破 4043 372 突破40400 有效突破 那么后续才有价格做拉升动作 然后这个图表 看一下 如果把更精确的点标注起来 下方372 前提3 37401 目前短周期的压力位哪边呢 这个38161这个点 原本这个 哎 小型的整理区间 的一个底部 这底部啊 大概率可能会被突破 也就是上行说试探到 上方这个 排列结构的顶部 可能38800左右 所以 短级别上呢 如果说他回撤上来 后续再次无力 那再下跌 那很有可能就再次直接跌破了 跌破的楔形 继续下行 很有可能的 短级别上啊 高点也在降低 高点降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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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在降低 多头如果能够 哎 突破这边 能够去测试这个地方 那么我们再探讨他到底 能不能够 哎 这边 预阻周 再突破 首先我们短级上 势必要突破38795 这个位置如果还是突破不了 那告诉你再次下探 大概率啊 就去3.5了 所以这个地方很关键啊 如果还是非常弱啊 破不了38795 或者说他上破 上破这个高点 又下破 那更糟糕 可能快速 上破再下破 或者说无法突破这个3880这个位置 再次破前低 那很有可能的价格在这个地方就可能会再次去做更深幅下跌 拉上我的位置 所以这地方我们短级上就抓3880吧 38800这个点有效上破 那可能有机会呢 哎 去回测到 哎 上方618水位 比如说 395 393 这些位置 回测到这边 或者说哎 就比较强点 回测到4万附近 也有机会 那我们就后市再探讨 如果说他能够有效突破38800 那我们再探讨 他到底能走去哪里 这个上场在突破之后呢 看能走多远 未能突破前 都不预测他能突破 好 以上就是观点了 比特币目前还是比较 不容乐观的 虽然处在一个 下斜行中 斜行中是看场结构 但是看场结构中 他第一步啊 他并没有一个比较明显多的成交量 做一个买入的一个表态啊 目前供应非常强 需求很弱 如果能出现一个需求 哎 能有这样的一个量 比如在礼拜一 有这样的量 出现 并且快速突破3878 那我大概认为 他会去测4万了 如果没有出现之前呢 那我们就先不做一个预测 那以上教练的观点 最后看来一代仿 一代仿呢 目前的话 也是特别弱 看一下 前高的这个压力位掌边呢 2980 这高点 然后呢 我们看一下 如果是抓一个 非常短级别的一个 需要突破的位置 是哪里 这里吗 大概是2841 这个位置也是要有效突破 相对于哪边呢 2841 2841相对于比特币的 38800 好 所以短级别上的一些 特别重要的位置啊 都跟他做个标注了 目前短级别上呢 是有一个看涨预期的 短级别上呢 是有一个预期说的 他应该是会上去 做一个上行回 回撤 的动作 那回撤完之后 他到底是走一个 下跌延续 这如果撑不住 直接下跌 那可能去35 那如果他能 能够 上行回撤过后 再次气稳 那就会上行 做测4万动作 多头最终 如果要做一个大的翻转 势必要至少突破 40439 突破30500 突破40800 超好就会上涨了 好 那以上就是观点 非常简单 以上就是这些课程影片 如果想知道更 及时操作 更细练的资讯 超点位执行之顺 那你需要 订阅的流管 并且加入我们电报 才了解最继续的资讯 和超机会 我们下期 客人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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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